日本是美国规划的第一岛链的重要组成部分,二战结束之后,自卫队取代了日本军队,其战争性质被抹除。 但是在美国的袒护下,日本仍然获得了可观的军事发展空间,到目前为止,日本自卫队的装备水平已经十分先进,而在其中,日本的反强力量又是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。 虽然日本不能发下进空性力量,但是日本的反强编队,无疑成为封锁第一岛链的一大要素。 日本的反强力量,主要包括空机的石螺机和海机的自卫队反强舰艇,为了侦查周边海域,日本配备了数量庞大的海上石螺机编队,其中日本自己研发的PE石螺机的数量就高达70架左右。 另外日本还保有大量的美国P3C海上石螺机,这些石螺机的性能均十分先进,准备用于替换P3C的PE石螺机造价高达1.56亿美元,其航程为8000公里,使用升线超过1.1万米。 这些石螺机军配有先进的潜艇跟踪装置,且能携带鱼雷、反强炸弹等武器,对潜艇有着致命威胁。 除了拥有空中反强力量之外,日本海次现役的大部分舰艇,也都以反强为主要作战任务。 日本的初云和日向两级直升机驱逐舰军,可以搭载大量的反强直升机,且舰上也配有先进的反强系统。 而海盗急驱逐舰,金刚急驱逐舰,骑风急驱逐舰,球员急驱逐舰等舰,行业都不同程度地具备反强能力。 日本海次的舰艇牌,水量巨大,且数量众多,可以在西太平洋制造起一张巨大的反强网络。 同时,日本现役的常规动力潜艇,也具备猎杀其他国家潜艇的能力。 目前,日本正在争取从美国引进陆基舟斯顿系统,其目的在于用陆基舟斯顿替代海基舟斯顿发挥防御作用。 这样海基舟斯顿驱逐舰的活动将更加自由。 那样的话,日本的舟斯顿舰将可以更多地兼顾海上巡逻和反潜任务。 日本的反潜体系是和美军的作战体系紧密连接的,其作战效能不可行使。 在西太平洋活动的潜艇,往往需要经过日本列岛附近的海域,因此不得不面对日本的密集监视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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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明镜与点点栏目